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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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有Frank 又到我们星期二的外汇研究室 要和大家看看今个星期在这个议息周之下 会市的走势可以如何部署 今个星期大家都知道 陆续续将会有几个央行 就会公布议息结果 比较重要的就是联储局 应该在香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 就会经过一年两日的议息之后 就会公布究竟他们的会议 今次是否应该最后一次的加息呢 等下都可能略略都要讲一讲 另外当晚欧洲央行都会开会议息的 还有就是要重要 那晚美国第二季的GDP的初值就会公布 这里要留心 星期四是重要的日子 那去到星期五呢 亦都要留意日本央行 今次是否会改个YCC呢 宣布议席下跌过 不如现在看起来的Yen 就想回来了 那市场亦都猜 直田和南都是比较夹的 所以应该就未必改的 不过当时呢 星期五都会公布7月东京的CPI 那日本公布了CPI之后 大家都会关注第一大城市的物价水平 那另外还会看完6月美国晚上 就会公布PCE的指数 那不过是在FOMC开完会之后呢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反而就可能想说回英国的通胀问题 那大家知道英镑又回来了 因为出完CPI之后呢 就比市场预期为低 那我们又要拆解一下究竟 英国的物价水平 那路向将会是怎样走的 教授是不是 是啊 因为上个星期 英国出了通胀比喻的为低 就令到市场相当意外 直接拖低了英国的10年期债息 明显示下错了 由4.4几跌到4.15 一晚 就是大约一日跌0.3% 都很厉害的 那就拖累其他的货币 也令到整个外市场 突然间英镑是下跌了 接着就一两天 就拖了一只欧元下去 日圆又全弱 那些东西 那些货币影响 那变成了 你想想上个星期 我认为很多人都是 很意外地接受了一个失败 这个预测 因为大家都想不到 英国的通胀是 下得比预期为快 但是其实不是被五月的通胀压 而已 你看回呢 如果你看回 上年同期 四月就90% OK 那上年同期 五月就9.1% 但是你今年呢 就同 今年 四月就8.7% 如果你由这个基数 大一点 理论上 它想着会回的 不回 是次平一 所以它变成了 所以它变成了 上年同期六月 所以升了9.4% 市场高是8.2% 只要是7.9% 那就是比预期说 下得快 那那个预测 预测就微一点 就是跌了0.2% 预测看到就是说 上年同期6.2% 接着5.9% 5月 那当然 基数小了 那基数小了 当然就踢高了那个通胀 接着就再下跌了 但是现在再下跌呢 那你想一下 它竟然下跌了 那就是 就是 这个有意外的高 是吧 那变成就令人 就是很意外 但是这个意外 拖着其他的市场 很多股 所有的工业国家 都应该通胀见顶 虽然英国衰得只有7.9% 美国已经跌到3%了 但是似乎最坏的国家都见顶 整个市场的想法不断了 那如果你真的要拆解 下半年 英国的通胀走势 是不会继续落得高速的下来呢 其实你是妄想的 你一定是思觉失忌的 那 其实你英国的通胀的比重 就是CPI比重 就 如果看的是食品和饮品加起来 就加是1.6% 例如家事啊 口租那些 大概超过两成的 只是未到2.1% 交通费那边就佔了接近1.4% 1.4% 但是其实 這些recreation culture文化 那些都比交通费高 英国 你知道去到它的museum 随时charge幾千 幾百磅 看过剧的 那吃东西就贵了 一定是 但是都是相对 外面的餐厅 所以接近1.4% 那些特别的部分 跌得很重要 比重是高 那点很重要 就会扯到CPI来很快 但是问题就是 相对地 如果它那边 好像美国那样 曾经一段时间 那些很重要的比重 很高比重的 例如在流港那裡 已经开始跌了 但是有一段时间不跌了 那变成了 令到CPI高期 但是慢慢地下跌 因为其他的部分都跟着跌 那现在看到一件事就是 其实英国的CPI里面的结架 和美国的CPI结架是不同的 最主要就是说 是没有一个独大的 所谓的ITEL出现 OK 那一看回食品通胀 哇 英国的食品通胀 嚇死你了 那你看到了 同期 那五月就 上天后五月是8.6 9.8 那现在 轻微 已经升了1.2% 那基数 哪些下来 都是18.3 67.3 那接着它升得很快的 它食品价格 但是问题由于它的基数 它的水平高 我预计 我看回走势 都是落到 不会少过 double digit 就是起码 我看12% 12%以上 很厉害 因为佔了一成 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因为美国已经跌穿了 美国的单位数字 现在 那 人家通胀是负的 它是正的 你看看它 上年同期五月 就升了55.3% 六月就升了5.8% 你看看 那理论上 那这样的基数 没有理由是 仍然是 静的 仍然是一家的 那变了呢 那你跟着 看回通胀了 这些通胀 其實57.3% 上年同期六月 接着7月你微高 接着跌回的基数 接着所以 Energy的部分 起碼去到9月 都不会下降 仍然是一个正数 那因为Energy 那个所说的 能源价格 是渗透了 同的部分 在CPI 因为它又没有直接 说能源价格 但是问题是 那个影响到 那你看到 最近的能源价格 看回WTI 都接近80元 升到 那今年下半年 不是很跌的时候 你都大件事 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潜在性 你要看回Energy的通胀 是不是 就是升到6-7% 那样 你麻烦了 因为这个佔潜在性 是比重高的 当然 这个影响了 那个是 CPI 那但是 租金了 租金 一直都是很低的 那你看到 上年同期的通胀 就是 5月都是3 6月是3.2 那它就 但是相对 一直在加租 是啊 很多地方加租 是啊 很多地方加租 英国 那因为多了移民 就是涌回到英国 那你看到 那这个跟着 比重高了 但是不是很高 明显不是太高 所以你不要想着 这个项目会降到很重要 所以变成了 你就看了一件事 就是潜在性的通胀 所以说 可能未来这两三月 都不是 会有3.2 6月是可能大幅高一点 6-7% 因为它下了你的基数 那或者不是5-6% 那但是Rain 那方面反而就很 似乎就很难下了 看到了 因为那个建民的问题 那另外那个食品通胀呢 也是很难下的 那整体而你拆回来了 哪些难下呢 这些很难 不是太快 下得太快 这些部分 那这个通胀 虽然在摊在数字 但是似乎是5-6% 都很难避免下半年 那你transport 是一向是贵的 因为潜在性的 能源通胀嘛 那你recreation 或者工作人员 都知道 英国文化指导 来的嘛 进去看长歌 剧都几百港 英港的 那你知道什么都贵的了 餐厅更加 我都跟他讲过了 马上吃一餐 西餐3元 3千多元 落楼 冬餐1千多元 就这样查两位 那你想一下多贵了 所以其实你下半年就不要想 英国的通胀呢 会落得很厉害 我想预期 我估是 就是千底6% 千底6% 现在仍然是7.9% 之后去到年底 6% 是仍然远高 比美国预期的 那个市费通胀 所以大家就不要考虑到 就说英镑呢 会从此的一层白彩 我英镑现在下半年 都仍然都是 去到这个水平 还要加息 一定要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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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反正美国 如果加上这次 下次加上的 那可能就真的完了 那欧元区的通胀 更加硬 比美国 你看到了 北京客 那变成了 大家要留意 通胀比较之后 一个月份的变化 令英国引起了 所说的震荡 可能就不会再 在未来的月重见 再会见回一样的走势 嗯 这个也是见顶 是不是 可以这样说呢 见顶 一定见顶 你原来再不见了 真是难 就害怕了 真的 不害怕 我想这个政府又要换届 换届 是的 没错 没错 如果照这样看 那10月份 他那个基数效应 那一刻 对回你11.1 那到12份 他都会有一次 比较明显的下降 的下降 是 但是你看看 他现在是9.4 那你现在9.4 当然这里 会是很大的变化 这里会加10.1 可能下到7.45 接着又下回来 接着又不是变 那这个下跌到11.1 那可能就跌穿 到70% 接着基数开始小了 这两个小了 没错 所以你坐到6.6% 6.6%坐硬 我看他走势 就是你 你埋单到年底6.6% 他怎样 可能有机会 停止加息 对吧 他相对美国的情况 美国应该下到3.2% 预计了 那在这情况下 那你就是说 他一定的加息 那个力度一定 仍然是强 比美国很多的 OK 好 不过 这个星期虽然几间央行议席 就没有英伦银行份 要到下个星期八月 初个星期 就才开会议息 是啊 所以就看其他一项 就是这个星期 没错了 去到左右住房的走势 可能就会比较多些 那我们都可以 几个货币都可以看一看 究竟变化 不过我想主导处都还是FOMC 那个会议 美汇指数 现在是101.4附近 最新的消息 都要跟大家说 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 就是这个联署局的喉舌 尼哥 最新这个善人 究竟说什么呢 他说话一定要相信 基本上几乎100%都是他对 准确的 收风景 他说联署局虽然看到通胀的回落 不过呢 就应该呢 是今次是不会宣布 抗通胀胜利的 那所以呢 就应该 在今次 意识加了0.25厘之后呢 都不能够确定 未来进一步呢 究竟会不会 不再加息 就是不会做一个 这么确切的 我想阿宝威尔是不会这样说的 就是说 加完一次就加完了 是啊 跟水涨差不多 是啊 是啊 你看回美国通胀 美国通胀是下得很快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跟着7、8、9月 跟着那些体制已经在缩绝了 跟着你去到上年同期 上年10月 上年10月 下得很快 你这个是预期反弹的 但是反弹不会很强 那你可能升回到现在的4% 但已经很好的了 因为9%至4%你接受了 是吧 那你看到 是啊 你看到Core Core那里更麻烦 更黏 更黏 没错 那你看到 我变回到1月 1月 台比较1月 你看看1月 你看看 4.8%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接着这几个 是 接着呢 就是因为这里 会保持4.8% 接着又是高 基数 接着就是最后3月 全都下来 是啊 起码你坐着4% 就是4%左右 那4%是重复你的通胀目标 那怎么做 就是你不要想着它 会加上这次 可能就说停止 但是它一定不可能会宣布胜利 胜利 胜利1 4% 高了2% 那你怎么整倍 还赢 是啊 远远是落后于通胀目标 所以它未来这三次 过了7月的加息之下 三次当中的仪式 其中一次都有可能加 虽然市场认为它在博弈 就说只会是7月加 11月也是只有3成 鬆一点是会再加 摸到它 如果以现在落4% 对不穿4%呢 它应该还是一次的 嗯 有机的 不要完全排除这个 是啊 是高的 40% 是啊 是 没错 那看来 看来应该4.8 今个月跌到4.2之后 它又是继续反弹上去 要跌穿4 那我想都应该没那么 真的没那么快 它这两个月 这两个基数高了 那可能会加人4 是 接着一声下来 接着下来 那你怎么成立 就是有机会是 接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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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没有办法宣布成立 除非你说 将调高的通胀目标 只有4% 要不然怎么成立 雙倍你的通胀目标 是没得到成立 只是说没那么惨 只是说没那么惨 通胀 你调高的通胀目标 最多是去3厘 是的 你都远 对 是啊 认为远高 就是说你未到 除非你踩个经济 踩回去慢一点 但是你经济 第二季预计 Atlanta股是2.4% 比第一季高 那你只说你不是在移动 那你怎么知道 车不是在移动 你整体的楼市又旺了 是不是 你看楼市又旺了 那个价格 K-Chiller是弹回那个index 那个数据 是啊 另外 股票又狠狠声 到时候破了34,700 去到36,900 那个历史高位 那你这些全部财富下限走出来 你猜他那些人的需求 会减少 是不是减少很快 我不觉得他会减少很快 真的 嗯 所以可以有机会 学回之前 可能停 今次加完之后停一次 是啊 观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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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看十一十二月 要不要再下药 那样 都不出奇的 是啊 因为很明显 你看多了 一二三四五六 啊 这里去到上天同期 跟着这里 你看了 这里 这里最后 第四季 上天同期 是下降下来的嘛 你刚刚撞正是十一十二 你被冰都要加息的差不多 都下降下来 你下降下来的 你会以0.3个速度 下降下走的 你计算是吧 是 你怎么应酬地加市啊 那时候可能市场有价值才加多一次 而且你要看当时 哇 如果那时候 KC就过了顶 那麽算了 嗯 哇 你真的随时被逼你加的 真的很可憐 是 因为你回到你的需求 所以 你变成供应 好像是鬆了 怎样的需求 突然间又回到 那你就盡落 那今年不用说衰退这两个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妹妹 可能她大力 第十二月 最后再加息物轰嵩经济 我经常都觉得她要轰嵩经济 才可以下降的 是啊 没错 好了 那我们要看看 几只主要货币 究竟今个星期可以怎样操作呢 好 来说一下英镑 刚才 看看英镑 回了下去之后 究竟 跌穿MA20 真的会得比较大 跌穿20天线 要不要再继续移下去呢 还是这些位置去罵 我就不罵了 我想一下 可能挨近年 可能一跌 因为她星期四凌晨出的 我今天还有售额 因为都充了几天 1.28 不要拿着 那就下低一点 可能下低一点 下低一点 下到这个低位 这个低位1.2750 喂 赤老师沙包 但愿意买低一点 是吧 那我有一点 最多她站稳之后 穿上来的所说的20天线 我才想 是吧 你转强 因为我就宁愿低一点 因为她真的打不起 暂时打不起 是吧 好 低一点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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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1.2750 入市 因为用回这个低位 这个就是低位 这个就是低位 1.2750 我想过过了 因为用了2.2750 然后打靶 就容易很多了 就是说打靶 50天线 50天线 就是1.26 6.9到7 左右 对吧 没错 如果是1.2750 买到1.2750 也要它升穿回 20天线 那你就不要看 10天线 10天线 1.2961 是吧 嗯 当然如果它能够再穿回 10天线 当然好 但问题现在市场在想 英国通胀变顶 下得很快 其实就一定不会下得很快 你不用想 嗯嗯嗯 好 试一试吧 低一点才买 真的低一点才试 低一点才试 低一点才买 10天线 1.1040 就是41 1.1040 1.1040 10天线 10天线 接着又看 看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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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天线 10天线 目标 一样 跟港一样 10天 一点 对 没错 止涉就很简单 止涉就走回这些位置 这个低位先 这个低位是1.097 1.097 那差不多 这些低位 那你都是输70点而已 上高我们有多少空间 120点 120点 那直播也有了 输大约都是70点 上高 120点 薄一下 薄一下 薄的 我觉得可能 比榜更抵薄 因为 照计拉加德都很硬 嗯 就是 你的流程比较 要站得硬 是啊 会站得硬 就是你即使 白威尔是英都好 跟着 晚上它又继续 再英点的话 那我觉得 因为有这个开会议式 那个直播率好像 好像高跌 是不是 在高一线 你看一下它的走势 通常都是 其余一个所说的 5.5的headline 是不是 那又看下半年的走势 下半年的走势 1 2 3 4 5 6 跟着就去到 慢慢上了 跟着上了 它会 它会都是去到这里 跟着去到10月 见顶 跟着会下 那我预计它会跌破四 跌破五的了 但是以现在 现在欧元区 四点多都是高的 它是这么多的 就是经济体育当中 以一个价格稳定性 为目标 是最重要的 欧洲 欧洲永远是这样 因为德国行先 德国永远都是一个 以价格稳定为重要 就是所说的就业 它通常看价格稳定 那变成这个 都仍然会持续加息 它下了4点多 对它来说一定有压力的 都是要加息的 你就看了那个坡 这个坡 这个 看了它欧元区的坡 那我开它那个 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个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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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这个硬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1,2,3,4,5,6 都是升的 3,5,7开始了 7月 4点多 1月会下的 都是下的 但是想想一下 这里去到同期 去到这个 去到3.7 都仍然维持 你想一下 这个3.8 5月 下到3.7 上年同期 它竟然不跌反升的 嗯 接着证损了它升的 是吧 有些事情发生了 所以现在就算是去到 它最多是去到5点多 当然了 这个去到 1,2,3,4,6 接着去到年底 去到5.2 其实你预计它可能 去到24%下上 差不多 嗯 仍然是高的 就是读美国一样 就是它都维持 它都应该是维持加息的 还有它本身的那个 中央人员 是那个加息的傾向 是比英国强的 是的 因为它的指令 是一个 它的估计是一个 它的估计 它的估计 是 不过 它如果说 通胀是这样 但是如果看回 衰退的风险呢 我觉得它的机会是高过美国的 照一看 它今天出的PMI 都已经是 不行 也都 继续衰下去了 而且综合都很差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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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上个季都 整个港元区都 负增长 每个季度 是 是 第一个季 但是它又不要心的 又不要心的 增长 因为始终特国 你发觉有点麻烦 因为有些所说的 是 街头抗议 但是这个是这样 发生在大部分 七月 但是第二季 也很麻烦 但是问题就是 你还有很多国家 混在一起 那怎么都是弱的 但是问题是 只要它 但是它不介意 它轻微衰退 轻微衰退 它的价格上升压力 反而少了 是啊 这个不是 是上一季 应该出了第二季 怎么来的 我说一下 第一季 第一季0.1 我弄个零出来 嚇死我 0.1 已经是负增长了 这下来看看 Q&Q 这下来看看 年轻率 那个年轻率 我们看看年轻率 年轻率 年轻率 是 仍然有1.1的同期 少少增长 跟着预计 这个很低的了 跟着会低的了 所以 但是它变成了 它的经济增长是不压的 而它通胀是 至于再压一点的 就是拉下来 但是问题是 你仍然变成一个滞涨 风险 现在仍然有 它有点滞涨 是 是 好 那看实了 如果是EURO的话 都是 可以试一试 那 都是低位去试 没错 但是EURO是比较好些 你想想 但是现在它下来 那些所说的货币下来 相对美国是应该的 因为就算它没有这些 英国的通胀 就算它强 那FOMC开会之前 它应该有些盘 是很仓 应该平仓的 正常来说 加上它上个星期 通胀是差的 那些人更加按它下来 按它下来 入市位近的 差不多的 你要想的 因为它一说完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都是差不多的那些东西 会不会告诉你 就说停止加息 以及它的通胀仍然都是 相对难估 还是相对高 那你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这个是price 先制的 那price 先制的东西 怎样都是 有机会说完之后 那些所说的非美货币 会升回反弹的 因为之前走了很多了 我拼它短 短和短是有殖国率的 拼它反弹 就是非美货币 尤其是欧元 因为欧元下来 而这一阵是被逼下来的 因为欧洲 你扣下来 很快的时候 欧洲的货币 在欧元是 企与1.12的 不肯下来的 是跟着的 Yen发癫 Yen发癫 抽到142 就被逼在close 把欧元下来 做close 拉它下来 因为那个close 下到159的 Franck对吧 159 很厉害的 那个欧元close 是159的 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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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跌了1年 有多厉害的 所以你看到 是因为close 100元拉 那你看欧元仍然 暂于20天性楼上 綁在20天性楼下 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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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的 我觉得就 欧元结果率高的 高的 高的 至少很明显 因为它20天楼上 主要强势 好 那会不会高得过 Yen呢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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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我们上周 看错了 137 137 怎知道 我们上周 看线12 因为上周 看线12 14 不再见了 上周 但是我们差不多 参加137 138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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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想 就是英镑星期四 搞全球 嗯 嗯 它都很快反映的 英镑一落 它就跟着 跟着 你看到中央人狼 有些是夹东西说 都是 仍然都是 宽松 那它就偷襲 但是它过不了 是 是 過不了了 暂时 不穿到20天线 20天线就是1.41622 现在正在做 那我猜呢 呃 这些位呢 在1.42 就算穿了 我看1.42 又可以拿回一只Yen 因为似乎我博一样东西 都是仍然是 FOMC说的东西 它的货币 被美货币儲 会有轻微反弹的 OK 那这个下方 但是呢 它看到很漂亮 就是昨天它强到哪里 强到呢 强到呢 就是那条 所说的 五天线 是不是 我看了是不是 天线 应该是五天线 1.40.832 那如果我开仓的 我就会挨近这个 所说的20天线开仓 如果你更害怕 就有4.2开仓 接着又是看什么呢 看20天线 50天线 50天线 1.4083 是吧 1.4083 1.4083 1.42买 挨近1.42买 1.40 接着呢 目标就是看1.40.83 打把 哎 4.50 比5.40 一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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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他真的 那这个盘 会不会去到日本央行开会前 要 走啊 我想应该 应该是 是啊 那你就星期四晚走去 如果你赚钱有钱 刀银就走 未到货指赚 是吧 就不要过明天 第二天 日本央行说 你放到美金 美国星期四晚 12点钟 或者1点钟 那你差不多了 那你到货指赚 如果走回来 穿1.40 那是开心的 那但是问题 可以了 自己自己操作 有个位置给你操作 目标就是1.40 1.83 止蚀1.45 挨运1.42 就插他日圆 就是这么简单 嗯 OK 好 简单简单的 是 是 都是就主要行 议息 都要避一避 星期五 他 现在说的 都不会改YCC 那 嗯 不会 他说 打了开口牌 是 所以你都会令到Yen 划散得这么快 是 没错 大家要看着 这几个货币 还有奥指也说了 奥指也说了 奥指不锁 锁了 锁了20天线 它相对OK 就挨近20天线买 我现在用20天线 20天线就是0.6721买 对了 因为它穿不到 连续几 前两天都是挨近 因为穿了少少的大马 今天挨近 要买了 0.6721买 上网就贪心点 看到10天线 10天线 0.6787 现在说大约都是60几点左右 下面很简单 下面最后防线就是跌穿了 那个0.668 就是百天线 OK 百天线跌穿了 走人 很窄的 很窄的 但是都是40点左右 对60点 上网有60点 下面输40点 都OK的 或者再稳妥些 0.5 用MN50 0.67 砌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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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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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做一下这些 少少吧 几十点 好了 那几个货币 跟大家说了 今个星期的保处 都是搏去FMOC 之后 非美会再带回 非美的发展 是的 日元就在中央银行开会之前 就要辟策 OK 好 好 简单了 好 那我们之后都讲讲 今个月的局的开会有位 交给Franck 是 最多会送出1万元的开会奖赏 那我们每个月都会继续去做的 那这条件都相当简单 那开会我们即送200元的超次礼券的 那之后一个月做个指定交易 就会再送上额外的礼券的 那最简单的做任何货币 加上做个8张 就会有800元的超次礼券 那做个88张呢 就会再送多1万元的超次礼券的 只要是30日之内 就完成这个目标交易量 就可以拿到的了 嗯 好 那很简单的 就是慢慢做慢慢交易 那你就已经可以很快拿到这么多的奖上金额 嗯 目标有大有势可以自己选 是啊 是啊 跟着这个表来做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那今天都谢谢两位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有再聊 谢谢 好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什么